近年不少都市人都面對失眠的問題 可能因為局勢、社會問題或疫情 導致精神或經濟壓力從而引發失眠 從中醫的角度如何界定失眠呢? 在中醫學上,失眠屬於不眉症 不眉症的話,人有時難入睡、容易醒 或者睡覺時有很多夢 或者睡完之後覺得人好像未睡覺 都可以叫做失眠 睡得很多,很想睡覺 但睡完之後很累的話 這通常是跟濕氣有關的 我們說人的脾胃是負責輸送水液和營養到身體不同的地方 當你脾胃弱的人,正常水液去不到應該去的地方 儲留在身體內形成濕氣 濕氣重的人會比較容易累 經常都想睡覺 但睡完之後正常的養份 又去不到應該去的地方 我們說清陽不升,續陰不降 人會更累一些 好像睡也不夠 有很多都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有時睡覺時還想著做事 或者日間有些負面的情緒不能排解的話 都是影響到睡眠的質量 通常有些人會難入睡 有些人中間睡到一兩點兩三點的時候 突然之間會醒 那段時間一點到三點是肝經運行 如果人有肝屈,通常是那段時間特別容易醒一些 平日簡單來說,我們可以試試用暖水浸腳 方法很簡單 鋪條毛巾在桶下面 放些暖水偏熱一點 自己可以接受的溫度 加少許鹽 平日在淪睡前浸大約15至20分鐘 浸完後,在桶下面的毛巾印乾水 以防滑傷 因為腳是人的第二個心臟 可以令到我們交通心神 對睡眠質量都會好 另一方面就是 臨睡前的一小時 儘量少點電視、電腦、電話 因為那些光 亦會抑壓腿黑色素 影響睡眠質量 例如有些人如果血虛的話 可以用龍眼肉、白盒、野膠藤等 來焗水 如果有屈症的人 例如心情不好的話 可以用玫瑰花、素青花、末里花等 來焗水喝 也可以幫助疏乾解骨 改善失眠的情況 另外也有不少穴位可以幫助到 例如我們手上 我們戴手錶的碗畫紋 這個位置的近手指尾的外側 這個位置 是我們叫做神門穴 神門穴有些人睡覺睡得差 都會有點彈彈的 按完之後也可以幫助我們安神 除了剛才的神門穴之外 我們有個勞工穴 我們可以手握拳頭 中指指著的地方就是勞工穴 如果我們太勞累的話 睡得不好 這個穴位按下去都會彈彈酸酸 其實兩隻手的兩側都有勞工穴 平時可以看文件或者打電腦的時候 有空按一按都可以令到我們睡眠質量改善 當時個餘立心 當時可以按摩 TSOR$R sale 他們會照顧 一 incomp효 開口